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客来七日畅销榜第二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财经商业类第一名 书名叫做巨人思维没有捷径只有努力 从零开始的股市交易员作者巨人杰 出版社远见天下出版日期2024年3月29号 内容简介 他17岁入股市从懵懂的股市小白开始 直到成为举世接吻的重磅级散户 屏着炽热的交易魂 他不惜牺牲娱乐与睡眠的时间 反复研究市场与规则 用真金白银持续交易 台股海棋选择权 每个市场都有他留下的痕迹 台湾散户最好奇的神秘交易员巨人杰 首度公开投资思维 这本书并不是坊间的致富宝典 绝世武功 也没有神奇的绝技 这本书看完之后 不会让你从此发大财 财富自由 不再需要工作 这本书我希望你看完之后 会放弃靠价差交易致富 因为那真的很不容易 巨人节 在金涛海浪般的人生战机背后 隐藏的却只是最平凡无奇的过程与方法 巨人节用最平淡的语气 唯唯道来他从17岁开始 一路上的思考与领悟 尽管他的名号在台湾股市 尤其是年轻股票族群当中 已经极为响亮 他也已经成为众多股民向往与学习的对象 但他对自己的成功 却只是谦虚的如此表示 如果有一个人 每天都在市场交易 加研究17小时以上 并且持续10年 这种人在股市赚不到钱的机会 趋近于零 并非交易天才的他 从高中才开始对数字产生兴趣 初次接触股市 便对数字的跳动 深深感到着迷的他 就这样一头栽进了古海之中 他没有万贯家财撑腰 也没有传奇名师指导 其实本金更是只有一万 这样的他 究竟如何从少少的本金开始 成为生涯累计成交量 破5000亿的一级散户 交易员的起始之路 不要想寻找必胜的技巧 巨人杰说 不是只要等指标转强买进 抱着就可以吃一大段吗 为什么会这样被洗呢 而且为什么我用了更多指标之后 却好像变成更抱不住了 理论上只要等突破均线买进 抱着均线就可以赚100% 那这些所谓轻松赚的钱呢 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我的对账单上 于是乎我终于知道 股市赚钱没那么简单 出入股市时巨人杰也曾经以为 只要成为技术分析王就能制霸市场 如果那些技术分析大师们都各自有擅长的指标 那么只要把所有指标都学到专精 就能赢过市面上所有的大师 然而在承受过市场的痛极后 他也逐渐领悟到 没有一种技巧是万能的 想要长久在市场上存活 首先必须持续贴着市场观察 仔细观察市场变化 并且不断找寻新的赚钱机会 至于如何寻找赚钱机会 关键在于寻找风险报酬不对等的机会 巨人杰提供一套简单的思考步骤 依循这个模型 每个人都能自行拟定一套 适合自己的交易策略 当然即使找到了适合的策略 也不能固步自封 仍要依据市场局势 时刻调整自己的做法 第一步骤找方向 假如观察市场时 发现特定事件发生时 容易连带造成特定类股上涨 就可以据此拟定策略 当往后又发生类似事件时 是否有机会从中得利 第二步骤思考策略 依据钱数方向来拟定策略 例如 假如特定事件会引发类股上涨 那么是否有办法在事件发生 导致股价上涨前 提前掌握到进场时机 第三步骤计算赚赔比 以钱数策略为基础 实际计算若实施此策略 赚赔比会是如何 第四步骤 验证参数 要做出决策 我们需要一些参数 如果能找到历史资料 我们所做出的策略 便能够更加准确、仔细 交易员的训练之路 持续检讨 巨人杰说 我即使是陪医员也会找出原因 到现在都还是 包含看对做错 看错做对 看错做错 都会把它分类仔细 并且找出原因 以及检讨该如何改善 做这些工作 目标并不是追求未来都不会赔钱 而是追求要做对的动作 真金白银成交的损益 对账单 与交易的成交明细 对交易者来说 是最重要的资产 然而许多交易者 却宁愿听信股市名师 到处求名牌 也不愿正视自己做过的交易 赚钱赔钱 都是市场告诉你的解答 也是你最珍贵的资产 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给你上的课程 那么该怎么看 他揭露七大必看重点 只要不懈执行 你也能在市场上战胜自己 1.看哪些交易是赚钱的 2.看哪些交易该大赚却只有小赚 3.看哪些交易是不遵守纪律却赚到钱 让自己知道这些都只是衣食运气好 4.看哪些交易是赔钱的 5.看哪些交易不该赔却赔钱 6.看哪些交易应该是小赔却大赔 7.看哪些交易虽然符合策略却赔钱 并思考改善之道 交易员的茁壮之路 直到财富自由都要省钱做交易 据人杰说存了一点小资本 拿到可以进入交易市场的入场券之后 交易员该过的生活 该做的事情 就是尽可能的省钱 节流 为了成功 你必须把钱拿来练习 把钱拿来赔钱缴学费 把钱拿来开发新策略 假如本金无法留住 你就永远无法变大 有志于投资 尤其是想要成为全职交易员的人 最需要警惕的问题 并非本金不够 而是在股市中赚到钱以后 要如何让本金持续长大 如何开始 巨人杰的建议是 不妨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尝试 因为出社会后 周遭的眼光与社会的无形压力 会让你难以维持稳定的心态 学生身份是一个最好的保护伞 他本人正是在学生时期 尽可能省吃俭用 多方学习与尝试 并将金钱用来做交易练习 才能得到现在的成就 重点在于 尽可能将钱存下来作为本金 只要多个五千一万元 就能多做一次练习 如何持续成长 在世人眼中 交易员代表的是财富自由 无忧无虑的生活 因此许多人在股市中 幸运赚到一点钱之后 就会开始想要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些人当中 运气好一些的人 顶多是在已无法将资产继续放大 而不幸的人 就是又把自己的本金花光 赔光 又得从最艰难的资金状况开始做起 在真正能够财富自由之前 任何一笔多余的消费 都要存下来做交易 居然姐本人即使在达到八位数资产时 仍然将每日伙食费减到最低 建议筹出更多钱来练习 正是因为这样高度自律的作风 才造就了这位股市高手的成功 作者简介 巨人杰 台股交易员 1993年生 中原大学应用数学系 政治大学统计研究所 曾是大家口中消极又低薪的八年级生 17岁进入股市 至今已有14年 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 巨人杰 亦不例外 他在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赋 用投资一举 突破八年级升起新低 未来没有希望的困境 成为年轻股民的关注焦点 目前仍持续更新个人记录中 工作之余热心于公益 此次更将本书所有版税捐赠慈善机构 对他来说 在股市中获利 除了全新专注在交易上外 他不睡觉时的17小时都投入钉盘 或看资料当中 更重要的是 交易时内心的修炼与思考判断 他曾说 我很有自信 我一定会赔钱 但也很有自信 我赔的所有钱都是值得的 这句话能看出 巨人杰之所以能成为罕见高手 靠的是敏锐的思考 与对全局的确切掌控 内容是读 前言 书籍即将复子的前夕 编辑询问我是否能够在书中 再加入一些失败的经验与故事 能让书籍更有张力 正如编辑的意见 确实在许多投资相关书中 作者会将个人的痛苦和孤单写出来 或许这样的经验能让人更有话题性 股市赔钱的人居多 这样的故事也或许能让人更加有感 但这已经跟我想写的内容 出书的初衷不同 对读者来说 更是意义不大 这本书的核心理念 主要是帮助读者建立心态 以及架构一些像是风险报酬不对等的观念 或是商品转换的经验等 专职交易员其实跟许多追梦者一样 走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 也和许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相同 打拼的过程中 自然有各种酸甜苦辣的经验 唯有历经过的人才能体会 我在失败中不断尝试 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开始 否定自己 怀疑自己 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 曾有一次 我在一笔交易中赔了数千万元 在损益出来的当下 我心中很明白 这样的损失对我而言 就只是花多久时间把它赚回来的问题而已 甚至在同一时间 赚上其他未实现获利加总 就远远超过这些亏损数字 即便如此 也难免感到心累 或许只是想让世界上有人知道 我赔了多少钱 于是回家便对太太说 我今年单笔亏损创新高 赔了几千万 太太听后 回我 那怎么办 等一下餐厅吃饭要一千多元 我们还有钱吗 需要取消定位吗 听到这个回答 我真是哭笑不得 当编辑希望我多分享一些动人心弦的交易故事时 我脑中一片空白 对我来说 交易就是工作 不管是赔钱跟赚钱 一觉醒来就只是继续研究而已 这一路走来 就如我在本书中所分享的那般 赔钱检讨 赚钱检讨 各种检讨 一般人工作 每天也不会都那么戏剧化吧 一下子因为失败而酗酒 一下子又因为赚钱而庆祝 大家下班回家 往往也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什么特别感觉吧 如今即使一笔交易赔上几千万元 我也不过是睡个午觉起来就过了 反过来也一样 一笔交易即使赚到上千万元收益 收盘后也不会去庆祝 更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依然回家雇小孩 吃食也跟日常一样 不会有变化 也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工作的心态 去看待交易 加上我初起步 就刻苦地进行各种研究 建立起良好交易架构与习惯 因此几乎没失控过 更没有所谓的破产多少次的经验可以分享 谨遵父亲的教会 做事要多研究 架构好之后就去做 我一直如此 拜此所赐 这一路走来算是顺利 也无太多波澜 先前接受播客 邀约或媒体采访 许多人直说我过于谦虚 并非如此 无论任何人 要是像我一样 一天研究十几小时 持续十年 没有休息和娱乐 有的就是研究与交易 就会知道 我可以靠交易赚钱 并不来自于天分或偶然 也就没什么好说嘴的 而且若一个人付出与我相同的心力 我相信他在股市中无法赚钱的机会 应该为乎其为 知道期望值的概念吗 它的含义是 不管你这次交易是赚钱还是赔钱 是赚多还是赔多 长久下来 总交易的损益 就等于是交易次数乘以期望值 我一直以来 都是抱持着这种想法 在做交易这份工作 例如 如果期望值是30万 只要今天开工坐在电脑前面 这一天的收入就是30万 因此 就算今天交易结果的损益数字较高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能够平淡的看待 长久下来 交易500天 损益就会是500乘以30万 这就是期望值真正背后的含义 至于期望值本身 如果我可以在交易上有所突破 期望值当然就有望上升 若是一直原地踏步 而市场却出现变动 期望值就会下降 所以相对来说 与其去在乎每一天的交易损益 还不如去关注期望值是否有变动 正因这种想法 我不会对单日损益有太大的感觉 我每日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做研究与检讨 建议维持住期望值 甚至让期望值有机会突破现状 如此而已 我最怕的不是没办法在市场上赚钱 也不是怕赔钱 而是怕自己没法突破 这本书并不是坊间的致富宝典 绝世武功 也没有神奇的绝技 这本书看完之后 不会让你从此发大财 财富自由 不再需要工作 这本书我希望你看完之后 会放弃靠价差交易致富 因为那真的很不容易 写这本书另外一个用意 是记录自己过去十多年来交易的日子 以及提供我交易演变的过程 供大家参考 身为一个交易狂热者 我曾经持续过着一天只休息三到四小时的生活 整天从早上交易台日股市 下午欧洲 晚上美国 同时还加上交易时间极长的商品期货 例如清原油 其中的干苦 恐怕鲜少人难体会 除了分享这段经历以外 我也写出自己转换与交易各类型商品 策略的时机与经验 如果是对于自己该交易什么类型的商品 感到彷徨的交易者们 或可作为参考 以下是本书的内容说明 第一部分是个人交易能力的养成 主要是用以记录自己过去十多年来交易的日子 以及提供我的背景 交易演变的过程供大家参考 第二部分则是记录我怎么看待交易 这一部分分享的是 根据我个人经验 以及观察其他股市参与者后 对于交易者在交易生涯的每个阶段 该如何区别的一点看法 希望能让各位读者产生共鸣 也了解自己目前处于哪一个阶段 我希望能借由这种方式稍微发挥一点引导的作用 让大家知道自己该朝哪个方向改善自己的交易 就有机会进入下一阶段 若能让大家少走些冤枉路 少赔一些工作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就算是有价值了 第三部分是我的交易思维 这里面会讲述一些我对交易的看法和思考 内容分成市场观察 心态与操作等三个类别 期望读者可以从中取得一些不同的思路 甚至借此来检视自己的想法 当然其中也难免会提到一些 目前我本人也还在使用的策略 但更多的主要是提供观念 让交易者们自行思考 架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交易策略 以上便是本书的大致结构 希望读者们能够从我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 应用在自己的交易与人身上 交易并不是拿着手机看着线图按来按去 也不是找到一个指标 就可以让你轻松赚钱 交易是一份工作 我不会言 这甚至可说是一本 看完之后会让你觉得交易很难 进而打退堂股的书籍 总之 这本书中写的全是我在交易市场中 打滚数年才得到的体悟 加上乘书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成本 心力 自认价值远远高于购书的价格 希望也能让各位读者略有所得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巨人思维 没有捷径 只有努力 从零开始的股市交易员 作者巨人杰 出版社远见天下 出版日期2024年3月29号 出版社远的股市交易员